大家好,我是三层队长,家屠四壁,胡思乱想 常言到啊,这个露脸和现眼只差一步 那这句话呢,其实用来形容南洋的这个谜底音乐节 它是最合适的 这次音乐节大概是有15万人次啊 乐迷到现场去观看 门票呢,也是创造了历史新高 然后开幕当天 然后南洋的市委书记、市长到火车站去迎接全国各地的乐迷 然后当天晚上,文旅局长又给大伙发乐饼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坐轮椅的小伙儿参加这个音乐节 被现场的乐迷连着人啊,带着轮椅啊,一起举起来了 是吧,一起去欢呼 那么可以说非常热闹 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热闹,非常顺利啊 如果是这么结束的话 那真的是,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了啊 那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完美收官的时候 这些乐迷东西被偷了 偷东西的是谁啊 是附近的村民啊 用车拉,这肩扛人杯车拉 马、骡子都上了 然后拉的是一箭不剩,是吧 真是先排上后丢人 就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点啊 不是说由他闪光时刻决定的 而是说由他那个不光彩的瞬间决定的 是吧 千里大长篷啊,你高阶远送的 真的最后可能是会被的一颗老鼠屎就毁掉了他所有的努力 那说这个这个谜迪音乐节啊 这谜迪音乐节他是什么摇滚音乐节 是吧 那么在我看来啊 谜迪啊 他选择了南洋 这算是选对地方了啊 因为南洋的民众 他们是最懂摇滚的 摇滚是啥呀 是吧 去他妈的规矩 老子就要爽 然后呢 开着那三轮车啊 就去搬东西了 是吧 把所有喜欢的东西全都在带走啊 就是这种这种木空一切的架势 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 真的是对于摇滚啊 摇滚精神啊 摇滚是怎么来的 是这样 对吧 太摇滚了啊 太摇滚了啊 这是对摇滚精神的最好注解啊 是吧 摇滚 摇滚的这个行为 在谜底 然后摇滚精神呢 在这个南洋 他们就生根发芽啊 做大做强 然后你反观是那 原来那些 本来应该是最摇滚的那些个乐迷啊 他们呢 哭哭啼啼 报警 然后 怎么说呢 就用一个最不摇滚的 最不摇滚的行为吧 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吧 按理说 再不计再不计 你们自称是摇滚呢 你们可是摇滚呢 你们可不能给摇滚丢人呢 是吧 那你们 跟这个村民爆发了这个冲突之后 最次你也得 冲到村子里边 跟那些村民打一架 然后抢回自己的东西吧 对吧 也不枉你什么迷离音乐节呀 不枉你这些摇滚粉丝 不枉你这些金字招牌 然后他们选择了跟摇滚最不大边的 报警 是吧 你就哭的跟真的 就跟这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 是吧 咱说南洋是什么地方 南洋是晚城 是曹操喜欢人妻 当年曹操喜欢人妻 张秀投降曹操 然后曹操就把张秀的婶子给睡了 气得张秀当场跳反 曹操能活着离开 完全是因为有点威去护卫 点威呢 没能活着突围 他是因为武器被偷了 诸葛亮三顾茅庐也是在南洋 那为什么刘备 他只能一个人去见诸葛亮啊 因为他们三个人是带着行李的 关羽和张飞 他们要在外边去留守的 所以你看南洋这个地方啊 他有多梦 关羽张飞两个人 得同时看守 才能保证这行李不会丢啊 那你说讲这个笑话 是不是你涉及到地狱歧视啊 对是涉及到地狱歧视了 地狱歧视怎么了 犯错要认挨打又立正 你要是不偷东西的话 谁来歧视你啊 就像这个某些战狼团体 他总是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啊 总说这因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 那试想一下别人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啊 你要是哪都做到了的话 谁没事闲着 谁跟你过不去啊 是吧 谜底这个事出了之后 全国人民都在给他们发声 对吧 然后呢 他们的官方自己出公告 说网上啊 有很多抹黑南洋的傻逼行为 自己完全不认可 他在那里边用到的言 用到的词语啊 包括但是不限于什么傻逼言论啊 什么一小串盗贼啊 什么那个一大群网上喷子啊 什么那些个网上鼠辈啊 就是已经接近于气急败坏了啊 就是合着说抹黑河南 抹黑南洋的不是那些啊 规模性偷盗的那些村民 而是说网上曝光讨论此事的网民了 是吧 那我想如果是网民不他不曝光 不讨论的话 那么规模性的偷盗应该就不存在了 是吧 那么河南啊 什么南洋的形象就不会因此被抹黑了 是吧 那你这个说法真的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啊 开了眼了 是吧 合着是偷东西的还没道歉 还没付出任何的代价 然后你这个受害者呢 刚骂完一句糟你妈啊 自个就开始反思上了 然后改然后然后赶紧改口说 我刚才说的不对 我应该说你这个小笨蛋 是吧 那那些自诩一摇滚啊 摇滚呢 天不怕地不怕 那些年轻人呢 怎么遇到了真的愣手之后 温顺的跟羊一样啊 像洛世海盗说的那样 是吧 那前几年有一个 这个这个 也是特别会整活的啊 也是挺摇滚的啊 搞说唱的 什么天府乐队 是吧 对着那个那个周子瑜 他就那种高声痛骂啊 发Q什么的 然后对着阿萨德巴沙尔 轻柔的唱着 叙利亚不要哭 是吧 他妈的真的是啊 够摇滚的 是吧 以前摇滚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前些年 我听了正能量的说唱啊 什么那个 什么这个臭国啊 美国嘛 臭国啊 听到这些之后 那我就明白了 是吧 这摇滚呢 是摇滚 中国摇滚是中国摇滚 目前还存在的这些所谓的摇滚 其实跟那些翻花手的精神小伙 他没有太大区别 他们在安全中勇敢 他们在开放中叛逆 摇滚是社会给画了一个圈 他们跳出来这个圈 然后高声骂 圈里你们是傻逼 是吧 然后那个他们说要弹吉他啊 不要不要开枪啊 他们要做爱 不要战争 是吧 这才是摇滚呢 现在这一会儿是什么人呢 社会给画了一个圈 然后他们就尽情的在那个圈里边打把式 后空翻 然后高声赞美这个圈 把所有出圈的人都骂成傻逼了 然后发现苗头不对 赶紧转型 我要当那个天赋乐队 是吧 就生怕说雷劈了别人能连累到自己 是吧 我告诉你 傻逼 摇滚是追求自我 是打破束缚 打破架锁 它是一种特立独行 是要临行叛道 不是说你骂两句傻逼 然后说什么 我要女人啊 我要泡妞 这就是摇滚了 不是的 是吧 那么说南洋这事呢 我是非常反对地狱黑的 但是你要先弄明白什么叫做地狱黑 所谓地狱黑 所谓我黑 他意思应该是什么呢 你不黑 但是我通过捏造事实 我通过颠倒黑白 我把白的说成黑的 这才是对你进行抹黑的 如果是属于那种客观 事实性的叙述 叙述事情本身的样貌的话 那这就不叫抹黑了 所谓洗白也是同理 不是说把你 不是说把你做过的坏事 我再说一遍就是抹黑 也不是说把你不喜欢的人做的好事 然后再说一遍 这就是做洗白 不是的 地狱骑士不可取 但问题在于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 已经在很努力的消除这种偏见了 是吧 你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从来没 我基本上吧 我也不能说从来没有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不 如果是说他没给我气的不行不行的了 我是没开过地图炮的 而且是我 我敢保证 我做节目这一年多以来 我从来没有说过河南人一点不误事 对吧 但是 我觉得 我也希望是在尽自己一份努力 要消除这个河南人在全国其他地区的这种偏见 但是呢 但是偏偏是现实 现实给我一个这种比较响亮的耳光 就是说 你总 你总会给段子 给新素材 是吧 偏见的形成 真的是只需要几个标志性的视线 但是你要想去消除它的时候 你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后效果还不一定好 像什么弥笔啊 像南洋音乐节这样啊 你说你想把这个偷盗 然后大师化小小师化了啊 降级啊 说这是隔 及个别人去捡了别人这个不要的东西啊 或者就是干脆回避那个偷盗的事实 然后把这个重点呢就放在什么地域黑呀 啊 什么不实 不实消息呀 啊 什么这 放在这些上的 好像说 这一切 他们的罪魁祸首不是说曝光啊 讨论这件事的网民 而是说 嗯 我刚才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说这 就是说啊 这些事的那个罪魁祸首啊 不是说偷东西的那些人 而是说呃 罪魁祸首是曝光这件事的那些网民 是吧 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回避问题 这属于无理谩骂 从来这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正确选项 那么比地域骑士更烂的是 你指责那些参加什么摇滚音乐节的人 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 那么这五 无非就是六十年代那些老套路嘛 啊 那些什么布尔乔亚嘛 是吧 你就画一个成分 然后呢 然后把一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想框进去 啊 为此对他们进行大家的批判 是吧 就好像说 自己就像那个什么尼赛亚呀 就像那个救世主一样 是吧 无非是原罪的一些遍体 是吧 猎物替罪的回归啊 好像说这些小资 这些小布尔乔亚 他们身上就带着原罪啊 是注定要被抓过去 要被审判的 那这无非是 呃 为了掩盖他们犯下的真实罪行 然后去找一些所谓的受害者 所谓的替罪羊罢了 只能说这种思想仍然存在 那么那样的事就一定会回来 而且会比之前回来的更为 更为隐蔽 更为惨烈 是吧 前车之鉴 相去不远啊 呃 年轻人呢 你说他们布尔乔亚啊 他们去玩摇滚 他们这么玩太应该了 他们太天真地义了 是吧 呃 你甭管是他借着摇滚的名义 他们借着什么名义去玩 真的都特别无所谓 安全 合法不伤害别人 这就挺好 是吧 荷尔蒙这玩意吧 他是自然规律啊 你得尊重 你得给一个年轻人去散发啊 去发泄自己荷尔蒙的这些机会 是吧 你说年轻人集体发疯 这不正常 这非常正常啊 是吧 难不成说集体考编 这就正常了吗 不可能的啊 好了 那关于这个南洋的谜笛音乐节啊 不关于这个摇滚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